一颗火球从天而降 落到地上冒起阵阵白烟 男人见到这一幕 急忙向前跑去 听说陨石比黄金还贵 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 确认不是白日做梦 随后低下头 跳进陨石坑里 陨石表面漆黑 散发出灿烂的黄光 紧接着掏出匕首 在上面戳了两下 黄光就变成了蓝色 又伸出细嫩的小手 轻轻摸了下 顿时一阵高温传来 疼得他急忙把手放到嘴里 缩了起来 定睛一看 手上起了几个白炮 而石头则变成了黄色 可他根本不在乎这些 心想这么神奇的玩意儿 最少能卖五块钱 于是急忙起身 打开水龙头 接了一盆水 就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 石头冒出阵阵白烟 发出了诡异的变化 手一抬 把水倒了下去 哪成响 运石刺拉一声 裂成两半 还飘出一股浓烟 等烟尘散尽 看到裂成两半的陨石 这下肯定一文不值了 不过他还是不死心 想用502把它们粘起来 于是倒掉里面绿色的液体 把石头放到箱子里 可一不小心 受伤沾了点液体 随手在衣服上蹭了蹭 就提着箱子回家了 边看球赛边喝酒 还不停地缩着手指头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正是这一举动 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 再见